有限的空间,无限的利用,舒适房车生活,飞翔,替您用心创造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妮妮 这几天经常看到车友们的留言问后置出来的会客厅到底有多大 沙发是怎么样变成床的,桌子的尺寸是多少 有求必应,今天就给大家一一解答,一起来看看吧 在会客厅的区域可以看到有一张超大的沙发 坐四个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旁边呢就是宽敞的过道以及两个独立的航空座椅 看这个过道啊,一个成年男性在这里坐浮衡都是没有问题的 从驾驶室去往厨房的路轻轻松松就可以走过去 无需多余的布置十分通透 将它轻轻拉出来,电控按钮升起,将桌下的滑轨拉出来进行固定 一张长100厘米宽45厘米的桌子就出现了 无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一键收回不过千万要记的锁住哦 同时下面桌角滑轨的设计呢可以避免出现卫生死角的情况 非常轻松就可以打扫干净地面的卫生啦 桌子很好用,但是也不要忘记沙发下面还隐藏着两个超大容量的抽屉 放些被子啊或者是厚衣服都是很可以的 储物空间和大桌子共用一块空间的这种巧妙设计真的太赞了 你说设计师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沙发怎么变床,直接看操作吧 将沙发下方左右侧的卡扣打开,向外一拉再调整一下垫子 一张一米三成一两米的双人大床就出现了 注意哦,记得要把只腿放下去,这样睡觉才能安全又放心 铝合金的框架让床的坚固性和承重性都十分在线 就算在上面随意翻滚也不用担心哦 床垫软硬适中,躺下去就是非常舒服的状态,完全不想起来了呢 三张垫子组成一张床十分的平整,没有多余的空隙 不用担心会被割到身体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直接把衣服放到对面的航空座椅上 倒上起来再穿上,再也不用让爱人帮你找东找西了 沙发变床十分简单,床变沙发也不难哦 我们先把只腿收紧,抽出中间的垫子 可以看到两根固定绳,直接往上一拉 腿部稍微给点力量,沙发就大功告成了 不需要来回搬来搬去哦,让您休息娱乐,两不五 这样的设计谁能不爱呢 一张沙发双人床,一张圆幕折叠桌 一个没有压迫感的会客厅和一辆承载美好的房车 想亲身体验这种美好放松的生活吗 欢迎您加入飞翔房车大家庭 好 感谢观看